好来看一下吴卓流的小说 日日时代的作家嘛 最有名是亚细亚的Google 但是他这边写的是波次坦科长 应该是波次坦才对 的主角范汉志 在政府接收台湾以后 他向新婚台湾骑士说 玉兰台湾真是好地方 由重庆史川一领西装来 不久就可以做百万富翁 或千万长者真好 所以他是外省人嘛 才会强调他的太太太是台湾妻子 然后呢 虽然这是小说对话 却活生生的反映哪个现象 他在重庆的时候很穷啊 只有一套西装 来到台湾的时候突然变百万富翁 代表他突然变有钱嘛 那为什么他会突然变有钱嘛 为什么 就很简单啊 就是贪污嘛 不然怎么会忽然变有钱 所以是战后初期 战后初期 部分来台接受官员的心态跟素质 就是他靠贪污起来的嘛 他变统治者嘛 对不对 好 然后呢光复出席 外省人跟他们合力打拼的精神没有啦 那是一开始是冲突的嘛 政府签台之后 土地改革成功的原因 这也不是签台之后的关系嘛 为什么你回头看嘛 这边有讲到 他说台湾真好 有没有 来到这边可以一下就变百万富翁 那绝对跟土地改革是没有关系的 上述现象是政府实施白色恐怖主要背景 也不是 也不是 应该讲 这题目出的不够精细 因为你无法去保证白色恐怖时期 政府官员没有贪污 你一定会懂我意思吧 但是呢其实我可以选择出答案是A啦 的原因是因为怎么样 因为其实他那个小说我看过 所以我大概知道他在讲什么 这样可以吧 好 那你其他同学来说 你说老师 诸选项难道不能选吗 其实也是可以的 也是可以的 但是你懂我意思吗 四个选项里面哪个最好是A啦 他的描述说 因为一开始来接收台湾 那他们是以统治者的姿态 来接收台湾 所以这边也拿那边也谈 并且表示自己是什么东西 是万人之上的统治者 那种感觉 所以才会导致后面的228事件的爆发 他其实是要描 题目要描述的是这个概念 只是他描述的不够精确完整 所以呢 才会造成 可能有些同学会觉得老师 诸其实也可以 因为你无法保证 在白色恐怖期间的时候 没有那个啊 没有了官员贪污吗 也是有啊 懂我意思吗 但是我跟你讲 为什么这题选A的理由 就在你这边 因为这题目不是我出的 这样可以吗 就在你这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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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